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林渊的直播间 林说财经,有溜有趣有获益 今天是星期四,同时也是三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一位是月末,同时是季末 所以今天市场的表现,机构排名来讲还是蛮重要的 对于各行业的强弱来讲也很重要 我觉得这是双重的重要 一个是基金排名,今天是锁定的 第二个肯定会有跟踪的分析,就各行各业 在今年一季度的表现,今天也是锁定这个结果 包括今天市场的这种风格结构强弱 其实也对下一季度有强烈的暗示作用 所以今天这个走势还是蛮重要的 是要认真看待的 那么从今天A股的表现来讲 在昨天大涨之后,显得就是充劲不足 持续性不强 所以今天市场在开盘的时候 就是一个调整的一个格局 而且在调整当中的指数整体走着 昨天冲的凶的,今天调整压力都会大一点 主要体现在绅士上面 深层子,创业板,这些今天都有比较大的调整压力 护士这边,科创板的调整压力也比较大 所以昨天冲的凶,今天马上回调 第二个是昨天的指标股表现得很强 毛五啊,这个宁德啊,东才啊,这些 那今天就都在调整当中 这个对节奏来讲很正常 因为昨天本身就是弄一下,提前拉一下 今天的回调很正常 但对人气是有影响的 所以今天的指数表现得偏重 今天主要是靠小票,就那黄线 在分时上面是明显领先 昨天是显猪肉后,今天明显领先 第二个就是靠结构性的热点 今天的表现也很活跃 主要是传统行业 首先是房地产板块开始带动上下游 带动水泥建材,装修装饰 工程建设等等这些 就是这个炒作是逐渐在升温的 市场的氛围还是很热烈,很强烈 如果看房地产板块 今天开盘的时候依然有多支的个股 直接一字板开出来 大家可以去翻一翻 一字板的还挺多的 这里头我觉得走得强的 主要是基本面相对好的 或者说股东的背景比较强的 今天可以看到是这样一个特点 一个是央企 以前可能名不见经传 在行业里头排名也没那么靠前 但这轮洗牌之后 稳健和大靠山起了作用 你看中交这些呢 信达这些都是一字板就开出来了 非常的凶悍 另外呢 地方的国企表现的也比较强 像北京的首看 还有西南这边的 还有天津那些的 对吧 房地产板块当中呢 当然大家会很关注 昨天晚上的公布年报 分红方案和回购政策计划的这个万科 今天的表现呢 也还是比较粗彩 离开高中 对人气呢 是有显著的一个带动作用 对自身的这个后续表现呢 也争取到了回旋的余力 那么房地产及上下游资外 我们看今天呢 是偏向于呢 传统行业都表现的挺不错的 跟疫情相关的 主要是中药和医药商业 这个呢 最近走的比较活跃 还是跟疫情的发展 有一定的关系 然后呢 今天呢 我们看传统行业里头呢 包括呢 像煤炭 钢铁 银行 保险 这些呢 都跟了上来 这些呢 都跟了上来 银行肯定也是吃房地产 最晚饭的 今天呢 是长三角的中角银行 表现的很强势 银行股的这个指数涨幅呢 在2%左右 对指数呢 是有贡献的 保险股呢 也涨了1.27% 同样的对指数呢 也是有支撑作用的 昨天油价呢 出现大跌 但今天的煤炭并没有下跌 钢铁也没有调整 那这两个呢 也是吃房地产最晚饭的 也是关联的行业 所以呢 房地产呢 一旦市场找到信心 找到感觉以后 它对上下游的带动作用 是非常的 这个大的 这是今天整体 全传统行业都在走强 当然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A股的一个现象 就是特别喜欢做这个 脾气泰来 这种困境反转的 这些年一直是这么一个操作的路子 机构呢 很喜欢 从这种极端的悲观当中的切入 然后呢 逐渐的体现出呢 机构呢 这个现任一步 这样一个判断力 这个呢 使这几年 我觉得这三年 A股的特点 有这种类型